再来看看这个护士小姐 宜兰有个护士 她骑机车的时候长发飘扬 被警察从背后拍照 举发她骑机车的时候 没有戴安全帽 这名护士小姐当然很不服气 她说明明就有戴安全帽 是警察看走眼了 双方争执不下 最后警方让步了 表示会从宽认定不乏了 同样一顶黑色的安全帽 不变的发型及装扮 一来线谢姓夫人 模拟日前找警方 举发未戴安全帽的情形 她觉得很冤 就是收到那个罚单的时候 然后还很纳闷 想说我没戴吗 然后再看一下 有啊 就这个安全帽反观很清楚 怎么看都像是安全帽 谢姓夫人的老公 指着电脑萤幕上 遭举发的照片满脸狐疑 远景坚称这是头发的造型 那我刚才讲说 这个是一顶黑色的安全帽 因为安全帽不 那个头发的造型 不可能那么整 我觉得这个是不是钱的问题 这是一个原则问题 老百姓有戴安全帽 你硬栽账没戴安全帽 而且记得罚单就是你们寄给我的 可是警方却不这么认为 对于自己的判断 非常有信心 我从右边侧边看到他侧面 发现他侧面没有安全帽 靠近一点 然后再拍照这样子 男生女生都会啦 只要头发长一点 他车速骑快都会有 所以我们确认 这个的确是没有 对 没有的安全帽 将举证照片放大再放大 就怕民众以为警方在搞乌龙 不过既然这个案子有争议 会避免惹民怨警方考虑撤销罚单 民視新闻黄福怡以来报道